出发去贸易岛了 从美国东部飞行了十几个小时 下飞机以后采购了些物资 然后就赶紧来到了海边 海边风好大,景色好美 来看海龟了 穷穷的海龟在懒洋洋的晒太阳 海龟一动不动,站一看还以为是一块石头 开车去吃晚饭了 来到一家平价超好的餐车 因为时差的关系 洗得超级早,来吃个早餐 今天要开Rodotana 就在骑士的地方找了这一家 这家真的很好吃,推荐 开上哈纳公路了 哈纳公路不愧是全美最美丽的公路之一 一路上有种开在热带雨林的感觉 路边是近在咫尺的大海 水天相接,真的美极了 我们这天的天气阴晴不定 时而下起大雨,时而天晴 趁着下大雨,在中途吃了个午饭 店家的小猫在睡午觉 吃完继续出发 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欣赏沿途的美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沿途的美景 开完哈纳公路以后 千万不要停,继续往前开 开过一段路况很差的路以后 忽然开朗 景色更加的大气壮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沿途的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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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一条被遗强 发现一条被遗弃的羊角 发现一条被遗弃的羊角 是来夏威备必去的活动之一 我们报了一个冲浪课程 教练特别好 我们都成功站起来了 冲浪的地点风景也超美 海面非常开阔 风平浪静 对于冲浪新手非常友好 但由于过于平静 要花很多时间在海上等浪 这个冲浪点处 由于水下有很多石头 因此要穿上水鞋 防止脚被刮伤 在等待海浪的时候 偶然发现海龟在我们身边游泳 实在太可爱了 冲了两个小时的浪 接场露露 来到了冲浪教练推荐的餐厅 便宜亮大 还是很推荐的 下午来到了哈雷阿卡拉国家公园 这里是看日出和日落的最适宜地点之一 如果想来看日出的小伙伴 一定要在网上提前抢票 哈雷阿卡拉国家公园 横跨茂伊岛南部和东部海岸线 这里有茂伊岛的最高峰 沿着盘山公路曲折向上 景色瞬息万变 随着海拔的升高 我们逐渐置身轻薄的云雾之中 山顶海拔约有三千多米 看着公路边厚厚厚的云海 仿佛已经登顶成仙 站在山顶的游客中心圆跳 壮阔的火山口在眼前栩栩展开 这边是世界最大的休眠火山 哈雷阿卡拉火山 它最后一次喷发在18世纪中期 火山口之大 足以容纳曼哈顿整个岛 这边的一个小山头是天文台的所在地 傍晚时分 我们来到了维瑞阿的酒店区 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度假酒店 装修得都非常富丽堂皇 装修得都非常富丽堂皇 这里是一个小教堂 可以举办婚礼 日本风格的建筑 晚上有充满夏威夷特色的供货表演 晚饭我们来到了四季酒店的意大利餐厅 在贸易岛的最后一天 首先来到了机场边的小餐馆 看这门口的队伍 人气非常的高呢 入住酒店 大家都在泳池旁边晒太阳 也太惬意了吧 酒店里的一株大树 感觉也有几十上百年的树林了 我还有一处小型水上乐园 有一处水帘洞和两个稍大的滑道 在海边散散步 最后欣赏一下贸易的风景 拜拜啦 贸易